花莲市国心理活动中心想动爱乐活 碧云庄银法健身俱乐部日前接牌 强调和一般健身房每个人都能加入 作为市场区隔 未来将由慈禧大学团队接受预约服务 协助高龄长者在专业的运动指导下 期盼让长者在安全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激励运动 健身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在花莲市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踊跃提出申请后 花莲第二架银法健身俱乐部 与花莲市国心理活动中心正式接牌营运 将由慈禧大学团队提供协助 安排相关医学科系专业人士和学生 给予高龄长者运动的指导服务 第一年我们是这样子的开始 就是我们现在有100位的65岁的长者 已经开始在使用这6部的AI的环状机 那是借由慈禧大学USR共办计划的辅助 所以蔡娟秀教授他跟他的团队 他会安排定期安排时间进来 那每一个环状机只有一位长者 所以我们每一次预约只有6位长者 可以先进来提示体验 那每一台环状机都根据每一个肌肉 或核心肌群去做各种的训练 那所以我们社区已经开始步入 客制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式里面 我们其实非常的挑战自己 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公益协会 但是每一场都希望有一个专业的教练 可以进场能够协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一年的 银法族健身俱乐部的第一年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大家 维收费的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要健康 也要有一个专业的教练进场 所以现在我们社区已经还有泰昌水源 还有花莲市的民生社区等等 有100位长辈正在试用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有前侧后侧 而且得到很好的证明 他们觉得他的肌力跟活力 还有各个关节跟肌肉 跟神经的连结都更好 我们是属于医学院体系底下的 大学在地责任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学生的良能 能够放在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是做衰弱长者 然后接下来是做健身俱乐部 接下来我们要做慢性病的防治 像说高血压糖尿病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跟健身房去抢市场 而是我们要把一群 本来没想到自己可以运动的人 那他开始去运动 运动发现好处之后越来越健康 之后他就可以去 从事更多的健身活动 所以我们是用我们专业的能力 去把他们的慢性病 还有衰弱 肌少症 先把矫正 透过运动跟饮食方式矫正完之后 让他能够跟其他的人一样 越活越健康 采用智慧化运动器材 提供激励 肌耐力 有养 伸展及平衡等功能性的运动训练 每次的运动成果 都可以转换成数据 进一步分析 以AI提供运动建议 和一般健身房 每个人都能使用 做出区隔 透过预约方式 现场会有专业运动指导员指导 让每位长者在安全环境里 进行有效的激励运动 开放时间和收费方式 可搜寻华联士 并装社区发展协会了解更多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应该是地球 我们在下风 再也要求 这些美衣化 这些美衣化